曾經大師兄因為一個壯而成名 當時火爆脾氣的他 最終也在大家面前道歉 而當時的日期是2008年的4月4日 沒想到在15年後有4天的日子 雖然裁判換人了 但同樣是一雷神 同樣也是林志盛 居然又有相同事件差點發生 還是要加油二雷神會比較好處理 再來看一下 一雷神羅俊宏先生要趕快閃開 他被林志盛撞到那裡